英國剛剛宣布 禁止來自巴西 南美多國的旅客入境 這是為了防止最近出現的新變種 也就是這個月初 在日本發現的病毒 與英國肆虐 根據一項新的研究 這個新變種病毒具有更高傳染力 在英格蘭大曼車斯特的城市奧德姆 這些車輛進入大帳篷內 依序準備接受疫苗施打 這是德萊素接種中心 英國首相強生13號承諾將加速接種 為數百萬最脆弱族群施打 還有數百家診所 藥房 以及在會展中心 運動場館所設置的50個大規模接種中心 223家醫院全力運作 英國在全歐洲染疫病故位居第一 由於最近又出現來自巴西的變種病毒 運輸大臣夏布斯宣布入境禁令 根據巴西研究機構的發現 這個變種病毒非常可能變異的更具有強大的傳染力 與之前發現來自英國與南非的變種病毒雷同 該研究機構發現這個月初在日本 有來自巴西的反國旅客發現全新變種病毒 與在亞馬遜地區傳播的病毒 存在同樣的變異 是目前尚未公開的新變種 公視新聞黃月齡編譯 並行進入到爐地中的居所 搭配後 並行進入